通常我們會建議客人就是說 隔空減脂後 在一兩天之內 盡可能不要去碰到含糖的飲料 因為我現在發現說大部分的人 就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拿一杯手搖飲喝 其實手搖飲是變胖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因為為什麼 手搖飲常常這個糖的吸收是很快的 而且當這個飲料進去以後 我們身體的胰島素有時候會變得很高 那其實脂肪要分解有一個很好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們身體的胰島素不要過高 那會有利於脂肪分解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跟我們的客人講 回去不一定要做大量運動 但是肯定要怎麼樣 多喝水 然後避開含糖飲料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這些非常重要 可能更多的 每個玩家 對你cych的小朋友 我會吃的 為甚麼